大家都在说云端科技 到底云端是什么科技咧 既然生在云端 啊我身边是有没有这种科技 对啦 YouTube就是一个我们常常看到的云端科技啊 接下来还有 嘿啦 我天天都上Facebook也是云端 在开心农场之后咧 我看现在全台湾都有自己的脸书了 对 最近红透半边天的扑浪也算是云端 当然还有最常用到 算是云端代表应用之一的Google Earth 这个民众最常使用了 看过这些个云端应用就会知道 我们生活中现在已经比你想象的更加云端化 这是一个你身处的网络世界 就在云端 但是云端科技这么盛行 到底趋势科技跟云端有什么关系咧 来来来 这就是我要说的 趋势是云端科技的先端 最在行的当然是云端安全 好马上来给你看 这边可以看到这个代表网络使用者行为的即时网络结构图 可以看到大的点就是使用者 红色的点就是威胁 这个即时监控就可以看到使用者一步步往危险接近了 趋势科技运用云端技术 所以这样的使用路径就可以找到什么是中毒的来源 来来来 这个你们看 这个监控的意思是说 这台电脑是被我们发现被植入木马的电脑 现在被操纵用来攻击其他的电脑 这样就变成一个僵尸网络 然后一样的运用云端技术 我们就可以从这台电脑往回找 这样我们就从远端知道这整个网络的感染状况 这样就是运用云端技术 找出被僵尸遥控的电脑了 厉害吧 还有像这种丢垃圾性的 你看红色这个点就是丢垃圾性的IP 我们就会锁定这个IP 然后去找出这个IP注册的其他网域 目的也是举一缓三找出整个网络来 整个网络都找出来 就可以一次来防堵了 还有这个 这个是我们一个企业用户的范例 你看就这样点点点 马上就找到在内部网络哪边有威胁 有够快的啦 面对每天都有这么多变种的病毒如虫 就是要有这么聪明的云端应用安全防护啊 才能够让你每天在网络上 使用这么多丰富的应用下 一直保持安全的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